其實說到喝咖啡的功效 很多民眾都知道說可以提醒 但是最近越來越多的醫學研究就發現 每天喝失量的咖啡 對著以風暗淨的火候先會更一杯 實際上還有第一型的糖尿杯 其實都有幫助 同意志冠公協會和阿關廚 為了要來提供自己在地的咖啡 在日後 也特別要請到地名的醫學專家 台台高雄 中監禁來演講 以醫學的角度來分享他的咖啡優心壁館 喝咖啡對著健康來說 到底是有好處和這是副作用比較多呢 為了解到咖啡和健康的關係 本身就很愛喝咖啡的台台便宜 外科民主教授 當時也是財團發言 冷革放在基金會當事長中監禁 經濟大量 說來更多醫學研究的文件來做證明 加上自己本身以學專業的背景 來分析喝咖啡的優點和發展 只好需要到各業的英國當中 和參加的民眾來做分享 他說只要適量喝咖啡 對著教育在著心會講一遍 鹹症 失地症 還有危險的問題 其實都有真面目的影響 咖啡對很多瓶有幫忙 比例說對鹽 或是對糖尿瓶 或是心臟瓶都有幫忙 現在很多學者研究後 知道咖啡裡面的咖啡因 會讓我們的精神比較集中 精神比較好 在以外裡面有一個抗氧化物 叫做利鹽酸 對我們的新陳代謝很有幫忙 所以第二型的糖尿病 如果有喝咖啡的人 他會用的降水糖的優點就能比較少 那這個鹽 包括喝鹽 火鹽 冬鹽 甚至大長鹽 你如果喝的比較不會中 總統你如果中中以後 再喝這個 電腦比較不會服發 輸王率會比較低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提倡喝咖啡 所以咖啡變成一個很好的飲料 我們台灣現在咖啡 幾百多幾百多 現在一年的營業有800億 所以我們大家要來提供喝咖啡 跟第二一樣 都對身體有健康有幫忙的 調查檢討調 目前歐洲的國家和台灣 都建議一個人 每一天喝咖啡 咖啡因摘出量最好在300毫克以下 他的建議是一天喝三杯以下最快適合 在最好喝咖啡的時間 就是在早上的10點到1.3點 但是未生人的小孩 還有剛才有新的婦女朋友 和喝咖啡會睡不著的人 還有為生貴德 為貴勇 為食道 利牛問題的民眾 都沒有建議喝咖啡 細心新聞就定孫翁先生 剛剛一起採紅報道 對不對 那是他的底線 好,很棒 今天我們要找到Smartfish嗎 我猜到這裡 我猜到這裡 快看嗎 我猜到這裡 我猜到最後一天 來 來吧 不好意思 你知道Smartfish嗎 當然 當然 我猜到這條路 三條路 你可以看到Smartfish 謝謝 謝謝 你歡迎 夾個好友吧 謝謝 謝謝 你覺得什麼 歡迎來到 英語友善城市嘉義市 只要您看到 加個好友 雙語服務認證標章 就能暢通無阻地 在嘉義市大街小巷裡 盡情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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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提供雙語菜單 雙語店家手冊服務 以及店家英語實戰培訓 英語食證 英語食證 那邊 我們可以買 鴨子和鴨子 餅餅嗎 是的 謝謝 而且很好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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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裡 讓旅客無論在嘉義 吃 喝 買 樂 都能夠自在享受嘉義市 獨特的文化氣息 和最道地的人情味 嗨 嗨 我們可以看到你的餅乾嗎 謝謝 謝謝 這真棒 謝謝 這是中山路 中山路 什麼叫做二通 我們是第一次的 二次 這是我老師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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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歡迎來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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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加個好友吧 歡迎來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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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嘉義市雙語服務認證標章計畫 我們協助嘉義市特色店家 擁有更便利的雙語素材 來與外籍旅客互動 讓更多人發現嘉義市的美好 邀請您一起來唱遊嘉義 Come join me 謝謝